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即時通 我是平均 台股最近這個多頭戲碼不斷上演 國劇的話題也是非常的頻繁 這個被動元件是不是這個隱藏版巨人呢? 我們就來以下時間交給胡老師 好最近這個被動元件 開始又活絡起來 當然這個最大的原因 還是在於這個國劇 國劇最近又開始受到外資的青睞 那目標價是越調越高 有的已經喊到800多塊 那到底這個國劇 會不會帶動整個被動元件的族群 開始出現一個波段的漲勢 我們當然要趕快來看一下這個技術面 到底是如何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國劇 其實之前曾鴻也已經提過了 我說國劇最大的問題 就是在他這個解套賣 到底有沒有辦法趕快把它消化掉 那這外資是最大的持股 那如果外資願意天天大幅的買超的話 我相信那個解套賣應該不是問題 可是目前為止 雖然這個外資的口頭上一直講很好 然後目標價也調的很高 但是很奇怪 外資幾乎沒有連續大幅買超 就是買超個幾千張幾百張而已 這個真的沒有辦法去完全消化這個解套賣壓 如果是說他每天只買個幾百張 甚至於一兩千張 這個可能就要拖長時間 才有辦法把這個解套賣壓所消化掉 那如果是說這個解套賣壓消化掉 如果要往上攻的話 那整個國劇就不一樣了 到時候這個整個會出現一個 所謂的這個噴出的行情 那當然如果國劇有辦法走出一個 所謂的噴出行情的話 他一定會帶動整個被動元件的族群 開始走出一個波段上漲的公式 可是目前為止還沒有 所以說這個國劇 我們要好好的盯著他 你才能夠知道 未來整個被動元件的族群 有沒有資格往上衝 但是在這個國劇 還沒有出現所謂的噴出行情之前 他會有肋骨輪動 就是雖然國劇沒有出現一個大漲 或是說把這個解套賣壓消化掉 可是因為被動元件的族群很多 所以他還是會輪動輪漲 還是有個股表現的機會 這邊來跟投資朋友跟同學提醒一下 好我們再來看就是奇力心 他就是要去合併的這一家 電感的我們被動元件的公司 那你可以看這個奇力心 奇力心來看 反而比這個國劇的解套賣壓沒有那麼沉重 所以說你可以最近看到就是 不管是法人也好 投信也好 他可能對這個奇力心的買進買超賬數 反而比國劇還多 所以說這個奇力心未來有沒有機會 先去把解套賣壓做消化之後 做出一個突破 這也是我們要觀察的一個指標 原本的市場大家都想說 一定要等國劇漲 然後奇力心才會動 可是我最近觀察好像剛好是反過來 都是奇力心動了之後 國劇才開始動 這個地方也蠻奇怪的 但是市場就是如此 籌碼為王 誰的資金多 那就聽誰的 就是看誰的 這就是我常常跟這個投資朋友講 曾鴻會用這個漁群探測器 我就專門這個東西是專門在看 主力群的資金跑去在什麼地方 我最近看到的就是奇力心 是主力比較著重在佈局的 可是在國劇身上好像有 但是不是那麼力道強勁 所以我們還是以這個短線 還是以奇力心來看一下 再來就是凱美 凱美在這個地方 他的解套賣壓也不會太輕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怎麼去把它突破 我覺得這個短線上還是要靠量 成交量夠才有辦法去突破 如果你成交量不夠的話 可能就在這個地方 來來回回的震盪才有辦法 再來就是華興科 剛才我們所看到的都是國劇集團 當然另外被動員券裡面 第二大的集團就是華興集團 所以華興科有沒有辦法戴上去的話 也是一個指標 可是你可以看 其實華興科的解套賣壓 比國劇更傷腦筋 真的 因為他解套賣壓比國劇更沉重 所以在這個地方你說要去馬上去做突破 我覺得也不是那麼樣的容易 尤其他最近的成交量 也沒有放的非常的大 所以說 我是覺得整個被動員券的族群 應該還是以股本比較小的 籌碼比較輕的 這一些個股他會開始做個輪動 這個輪動的當中 記得 他不是波段的長漲 輪動的意思就是他只是短線漲一下 又休息 又換別檔去漲 所以這個輪動的賣動 你有沒有辦法抓到 如果你有辦法抓到的話 你就可以賺非常多的紅包 因為這被動員券族群非常的多 他的輪動的速度也不會太快 但是也不會太慢 大概就兩三天行情就休息 兩三天行情他又休息 那一直要等到 我剛才講過了 國劇的一個觀察指標 出現了真正的一個所謂的 突破的一個大行情之後 整個被動員券族群 才有辦法真的出現起漲 起噴的行情 所以這點你要去注意一下 那我常常跟投資朋友講 我說現階段你要注意 真的很多的個股 你在基本面的部分 你不要太過於執著 尤其大家很多對航運股 和海股的基本面太過執著 反而會看到股價卻逆勢的往下跌 那這個原因是什麼 有什麼樣的案例會造成這樣 我今天其實在Telegram找盤 開盤前我就有提示過 如果你想加入到Telegram的話 趕快加入 你才能夠吸收一道 一些我們操盤人的看法跟想法 好我們今天就分享到這邊 想要知道更多消息 記得加入胡老師的Light at 跟Telegram 財經及時通 我們下回再見囉 拜拜